讓我們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賴平瑜他的爸爸 這個薪水到底有多少 那在公開的這一些財報裡面 雲爆的財報裡面 大家看清楚 他的薪水大概是在 年薪三百五十萬到五百萬 這中間 那後來呢 他的雲爆的公司的發言人 張建偉他有特別 有一個郵片報導 他說賴靖林 他擔任相關公司的董事長 一整年的這個 一整年的薪水 是兩百二十五萬 加上雲爆董監酬勞兩百萬 加起來是四百二十五萬 那他有一個很關鍵的句子 他說這個在業界偏低 意思是說 這應該是去年 去年喔 那今年他要領多少 今年 今年他雲爆跟台補威 飆到那個案子 股價漲了多少倍 你說那個雛能那個 對啊 台補威 他破百億的話這樣子 漲了好幾倍的 漲了好幾趴的那個營收 所以他也會跟著年薪會變多 應該是吧 應該是會發獎金 不過坦白講 這個爭議點不是他的年薪 爭議點怎麼會是年薪 對不對 這爭議點是 他當了十九家公司的董事長 那到各縣市標案的時候 就用不同的公司 那為什麼都一定要他當董事長 對啊 重點在這兒 不能換個別人嗎 不 表示說大家都認識這個人 知道這個人背後的雄厚政治力量 就新潮流 所以大家要幫他幫忙 可是新潮流 沒有其他搞事業的人 可以當門神嗎 賴靖廷大家都認識 而且他也 他在這個領域也有一陣子 也有一陣子 他以前也當那個 我記得他那個時候 是在做生殖能源 後來就轉到綠能 後來你想一想雲豹 因為雲豹本來就是一個不錯的公司 因為那兩個創辦人 我都認識 那人家也在印尼 在日本都有case 那為什麼一定要讓你來做董事長 對不對 比如說張建偉 張建偉我也認識 他是投資銀行出身 他本來是負責人 對 他主要就是在幫雲豹 做資金的募集 他能力也很強 他也是台大機業系的 還有另外一位也是 都是台大高才生 而且又年輕 對 而且兩個都是帥哥 跟那個藥州一樣帥 然後人家 但我們賺的錢差很多 人家那個公司從創業 到雲林拿到case 印尼拿到case 日本拿到case 那時候賴靖廷都還沒來 所以為什麼後來要賴靖廷來 他那個採訪裡面 有特別講說在雲林 他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裡面 遇到很多阻礙 後來發現說找了他 可以擺平很多事情 事實上就是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跟你講 綠能的案子都牽涉到地方 跟中央的議題要處理 你地方的就是地木 你有一些土地取得 需要做修整 比如說你如果是林地樹要不要砍 你要砍樹 種樹團體就來抗議 對不對 還有一些什麼皮糖什麼的 有時候有周邊的老百姓的糾紛 你要去協調 所以就會有一些很複雜的地方議題 要處理 水利用地要找水利會 農業用地要找農會 有一些地方還要議會通過 變成光電專用用地 台南就是這樣 中央台電的潰線要接 要中央協助 立委就會介入 因為他都是BOT案 越早做越賺 台電沒有接上潰線 你不能營運 所以每一個MG都要有協調力量 所以為什麼 我是認為他們本來做 就是順順的在做 我覺得也做得不錯 可是後來就發現 各種對手都出來了 各種對手背後都有人 所以你要請人來 請人來打三天 就比看看誰的門神大 當然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他會接董事長 亮哥我請教一下 因為賴品雲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有一些公司 持股不到一趴 然後被推上當董事長 賴品雲說 因為賴品雲以前是 太陽花的女神 他專門是反服貌 反黑箱 希望政治要很乾淨 不要有那些骯髒的勢力 但是他現在家裡被質疑 賴品雲說 民間的企業也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民間企業也很多是 持股不到一趴 然後被推舉 那個通常都是有 特殊業務能力 或者是特殊的專業能力 就特殊專業 那個中中謀就是 中中謀是德意的副總裁 那賴靜林在 賴靜林叫做業務能力很強吧 有預報像中謀 你如果是 公關能力很強 你如果要做類比 要嘛你就是 你一定是對這個公司 有特殊貢獻 要嘛就是業務能力很強 你實力沒有那麼最好 但你某一個特殊能力很強 沒有人想要請你做當室長 不然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公司 要擺平別人來找麻煩的 那你覺得賴品雲這樣的解釋 有符合他當時在太陽花 這麼高規格 高道德的標準嗎 沒有啦 因為賴靜林 很多人都認識 他就是勞工立委 他也在勞委會待過 當次長 對不對 陳菊的時候對不對 副主委啦 所以大家都認為他的專長 應該是勞工嘛 可是他後來決定不要選舉了 那結果就先去當神老的董事長 那時候神老的被說肥貓 是嘛 也是說門神 沒有 那就手機行銷 No.1 所以這個顯然是有一股力量 在幫他安排不參選的道路 三個字的那個力量嘛 當然是啊 沒人想要請你做當室長 對不對 亮哥 那我再請教一下 王滬威有講到屏東二十五億球場 他說之前我們揭發知道的是陳金德 就橘系的 說他是新潮流大將 也是跟新潮流有關 他說這個其中裡面的榮大營運 他的獨董林向凱 他是謝長廷跟橘系的大將 那前獨董林耀文 等等我們都知道 是謝長廷新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 王滬威他講還不只這樣 他說包括政治現金 都是給綠營之外 董事長陳武聰還有副董事長 也都是以個人的名義 捐政治現金給民進黨的這一些 立委 市議員 這些又是跟新潮流 然後又糾葛在一起 然後現在有一個最新的狀況 是民進黨確定要告館長 然後大家看到民進黨貼出那個訴狀 有些人玩真的好可怕 不要再罵民進黨會開槍 這個很嚇死人了 但是有些網友看到說 律師是黃定穎 大家就不吃笑出來了 為什麼呢 從去年到現在 徐曉星不斷的告訴大家 說這一位黃定穎是一個敗訴王 百分之百敗訴 找他就完蛋就死定了 但是黃定穎說沒有 怎麼可能呢 他整理了七大案子 他說這些案子我都是勝訴 後來有些人仔細看 譬如說馬英九的三中案 後來被起訴他說代表他勝訴 然後這個跟我們對於一個律師 所謂勝訴的定義 也好像有一點 這個大家不會算進來了 包括你 起訴 勝訴都是訴 都是訴 定驗才叫勝訴 可是問題是起不起訴 這個是檢察官要決定 那跟我委任的律師 怎麼會算是我勝訴呢 那再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徐曉星說他敗訴王 因為陳其邁找他來告徐曉星 說一個妨礙名譽的案件 後來這個案件是不起訴的 那按照黃定穎的邏輯 那黃定穎是敗訴了 所以他請教回案 還是有個訴 都是訴 對 他知道看到 重點是訴 沒有 這個網友的討論 確實就是比較花絮一點 但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case 可能比較特別 因為有講到這個人身安全的 開槍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目前民進黨告了以後 你可能就必須要去證明 你有沒有這個證據 沒有的話很可能 這個館長陳志祥是會敗訴的 可是他現在告的人 是一個法人單位 你說保和會吧 陳明文今天出來就說 他跟保和會沒有關係 張哥讓我請教一下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 不是自然人 他是一個法人 通常我們告法人很難會 尤其是誹謗方面 很難會勝訴 因為他可以說 確實他們中間有一些 這個大家討論的關係 這個是討論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館長不會是完全衝動 對啊 因為他點的名字 他為什麼不去亂點 所以大家就是說 黃定穎在吃吞敗仗的機率 也是蠻高的 如果按照他的定義 不起訴就是敗仗的話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館長昨天那樣發言 真的是風險很大 因為他直接點名 點名民進黨 他點名個人 可是告他的不是個人 告他的是民進黨 對 沒有錯 沒關係 等著看 大家就知道 贈訴 敗訴 我跟亮哥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他去點說 民進黨有很多的 這些政治人物 跟這些你說這些黑道團體 有人結 這個我覺得館長講的 是不會被挑戰 但是他結論是最後 因為他他後來被槍擊 他認為連結是民進黨 那這個民進黨才告他 對 那這個連結 他必須必須要有拿出 那個連結的證據 民進黨的人物裡面 跟這些飽和會裡面 有曖昧關係 那這樣子也沒有 這樣也不等於是對 法官通常會覺得是言論自由 對 所以有機可循 有一個脈絡的 可受公平的 所以我才說 民進黨告他 其實是不治之舉 他春拜戰 按照他的定義 拜訴的機率也蠻大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剛剛那個 要主要在講屏東那個 因為其實洪惠姐是要告訴大家 整個新潮流 為什麼全台灣那麼多的案子 他主要是要講這個 但你看屏東的現場周春明 他直接回擊的是 訴諸屏東人民的感情 我們屏東人需要 他不是一個球場而已 他是一個運動園區 他就跟大家講 我們需要有這個園區 為什麼北部的立委 要管到我們屏東來 那屏東 他直接點名的就是 其實我也不認識 就是國民黨在屏東的 屏北的立委參選人 他說他也同意 所以你們這樣子是在打擊 或者是說看不起屏東人 就變成不是在講那個 哪一個集團 哪一個流 常常有得到標案的問題 王宏惠不是反對 他們蓋棒球場 而是認為說 你之後要負擔的那一些錢 可能會拖垮你們屏東的財政 所以他就拖垮了概念 亮哥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這一個事情 大家聽了也傻眼 太平島的這一些官兵 直接跟激進黨來投訴 來反映 他說我們阿兵哥在那邊好苦 為什麼呢 打個電話打個手機 在這邊 在島上要用網路 要必須要漫遊 然後非常複雜 他必須要跟中華電信來租用 然後租用在開通漫遊 要花兩次錢 重點是訊號很差 為什麼很差 他說只有看到2G的訊號 所以東西都非常非常慢 那怎麼辦呢 只好去用中國移動的 大家想說怎麼行 太平島的官兵 用中國移動的訊號 去講一些他們的生活的這些訊息 不要啊 基金黨很生氣 然後大家去查2013年2017年 我們分別在東沙跟太平島 花了七百萬跟三百萬 去幫他們做行動的這些訊號 然後2018年的時候 這張照片 NCC主委 他還特別率了他們的主管 跑到東沙島 去實地的視察 然後對於他們這些訊號 覺得高度的肯定 不錯 真的不錯 怎麼會現在阿兵哥說只有2G 然後3G 4G 然後海巡署還說 沒有 我們確定是4G 但我們用的是中星2號的衛星 速度會有點慢 問題是你講速度有點慢 阿兵哥當然一定是覺得受不了 才會用到中國移動 這請教亮哥 沒辦法因為你周邊的島很多都是中國的 中國填海遭路之後當然要鋪設電信建設 所以他用的通訊的波比較強 就會外溢 外溢就變成你在周邊用 緬甸周邊的人也用雲南的通訊 那我們在那邊住所的少數的官兵 這樣訊號被他們掌握會有問題嗎 基本上不可以用 不是 現在亮哥是不可以用 但是他沒得選擇 因為現在島上 不是可以透過中華衛星 你聽我說 島上的官兵他們手機一看就是2G 2G就是可以打電話 但是不能上網 3G以上才能上網 那我今天要上網 我想要Line一下 我女朋友跟我媽媽FastTime 怎麼辦 太平島太無聊了 那我只好選擇中國移動 但問題是中國移動在那地方 有4G訊號為什麼中華電信沒有 我在做兵的時候 哪有FastTime 現在很難說的是這麼難 在做兵的時候 你手機都沒辦法 你那時候是飛哥傳輸吧亮哥 太平島的官兵 所以其實這就是個問題 既然在那個位置 太平島居然能收到 中國移動的4G訊號 他們用漫遊 就變成是跨區 使用中文移動以後 那用很強的坡 那我們中華電信為什麼做不到 而且它是個軍事 它是我們 你知道大家太平島 離我們臺灣一千六百二十五公里 四倍 不是東沙島 是太平島 已經在菲律賓旁邊那裡了 他們就一個孤島在那邊 那你連給他們一個網路都不行 那他們用了這個中國移動 那這樣會不會到時候又回來 有軍事處分 太平島距離臺灣很遠 一千六百二十五公里 對對對 不是東沙島 重點是因為日常在那邊太無聊 不能滑手機 真的很苦 中國移動可以在哪裡 有4G訊號 我們中華電信也要有 雖然那個成本可能很高 非常非常高 可能我們的NCC組委 必須要在預駕清真去視察一下 到底手機打開是2G還是4G 一打開就變知有沒有了 亮哥讓我請教一下 雄聲四射第一次曝光 大家看到這麼威 號稱是可以打到北京 還有包括南京這些 統統都打得到 但是現在有些專家說 這個可能有一些 他先天上的問題 第一個 他沒有辦法自主定位 遠程移動的目標 然後國軍也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就知道他射擊的結果 因為他的衛星 我們要拜託人家來給我們資訊 然後王定宇爆料 他說雖然保密 但是據他所知 我們有數百枚這一個飛彈 亮哥怎麼看 這個就是我們熊二的 次因素的巡弋飛彈 那他的射程是700到1000公里 我不知道700到1000公里 打北京是不是算穩當 這個不管 是啊 就是我們發展的飛彈 亮哥那個尾翰的表情 好像有一千還沒到 還沒到 要1000到1200 才要把他打到北京 不過問題我們打北京幹嘛 沒有啦 要讓他炒冷一個 沒有 我覺得那是軍事宣傳 正式宣傳用的 不過700到1000 也算是空前的 所以巡弋 我要講巡弋飛彈 不是飛彈 不是那種炮物線 沒有 這個就是 不過王定宇說 估計我已有數百枚 你相信 這第一個問題 是信不信已經第二個 這樣可以講嗎 不能講 我知道我們國防部 常常對他泄密感到抱怨 但也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愛就愛說 好 我們更多精彩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